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首先這裡有我們的社長李文旺 大家好 澳洲真bc 李虹澳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仰 大家好 以及我家產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波和三台沙冷器那裡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這個齊抗疫聘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今節想跟大家繼續說 又是印度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印度目前疫情可以說是失控 每天都是不停地刷新的新紀錄 而且在國際上 很多國家都已經表示願意施予援手 中國過去也說過 建定支持印度抗擊疫情 只不過這樣 印度新德里政府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對中國願意幫助這種態度 說過一隻字 沒有任何的評論 甚至 有一些前印度的官員認為 必須要警惕來自北京的所謂援助 一定是別有用心的 他們這樣說 目前印度的感染人數不停刷新紀錄 火葬場不堪負荷 氧氣供應也不足 已經成為世界第二高的確診病例的國家 僅次於美國 不過我相信可見的將來再這樣升 追過美國 也不足為奇的 我剛剛又看看 目前印度現在 去到4月27日的紀錄 都是 沒有跌過的 都是繼續向上升的 在這麼差的情況下 印度政府 反而 還是保持著一種 對中國 抱有敵意的態度 對於 來自北京的友善 甚至乎來自北京的幫助 就不出聲的 在這個星期的星期一 就已經有 800瓶的氧氣瓶 氧氣桶 是吧 從這個 香港 雲底 新得來 接著這個星期都會 總計會運夠1萬個氧氣罐 去印度的 對於這些善意 換來的 反而 是無事 官方來說就沒有出聲 前官員 就污衊 有時 知道這樣的情況 還是我個人認為 都是頗為 令人心酸的 但是為什麼 印度政府會有 這樣的 態度呢? 竟然對中國的善意 不民不民的態度 不多不少 都反映得出 當地印度的公眾情緒 對 仇華排華的情緒 自去年就已經開始了 而這種情緒是去到 當中印邊境出現衝突的時候 同時 當地的政府也對 很多的 來自中國的投資 全面暫停 另外 對於來自中國在印度 所做的應用程式 手機上的應用程式 那些公司 將他們的應用程式 全部 下架 那些公司 就根本沒有辦法做生意 沒有辦法運作的 就像TikTok那樣 印度版 應該在 TikTok在印度呢 是從 一個佔有相當大比重的 就是在這個社交媒體 佔有相當大比重的 一個市場底下 突然 跌到零 也都導致很多印度TikTok的人 在印度TikTok工作的人 就失去工作 但是他們都 不理 就堅持要將所有 從中國製造的應用下架 也都因為這樣導致 導致很多 那種 仇華那種氣氛 推到高峰 也都有出現過 針對一些 牌子 一些品牌的產品 出現一些 打炸的場面 譬如 中國生產的電視機 有些人 有些人 就特意拍一條視頻 在你面前打探他 用這種 炒作這種公眾情緒 我可以說是 當印度政府 一手造成的 去到這次現在 印度 一個這麼差的情況下 中國雖然就表示 有這個幫助的意願 同時也都做 在實際的行動上 做了給別人看的了 但是 沒有人覺得 中國是在做好事的 反而 只是覺得 你們中國是別有用心的 大家如果又用了推特的 都可以看到的 上去推特 你可以發現 很多的中國外交部的人員的帳號底下 他們發的貼紙底下 都是有大量的印度裔的帳號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全部來自印度 可能是來自其他國家的印度人 但是你可以看到 從它的名字的照片都可以看到 它是印度裔的 我這樣說 他們都是大肆地罵罵中國外交部的人員的帳號 而且是 潮水式地來的 一般人 無論趙立堅畫一條貼也好 華春瑩畫一條貼也好 接著就一群人 一群印度裔的人 湧過來 很誇張的 從中你其實真的可以觀察得到的 印度的公眾情緒對中國是 抱有強烈的敵意 就算是 給出真心幫助你們印度 都是認為被污衊成為這種別有用心的 但是反觀美國呢 美國目前來說已經開始在禁令上面 因為看到印度現在這麼慘 也是有防寬限制的 但是他們來自美國的支援 始終都是軟水不能夠近火 還有一件事 美國呢 都有很多阿斯利康的疫苗庫存的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送去印度 那麼快就送過去的 因為有其他國家需要的 而且他們還沒計好應該先給誰 就是主動權就在美國那裡 印度其實就有一個很大的問題的就是 印度呢 他們那個對中國的敵意呢 是莫名其妙的 但是中國如果不做這些木輪措施又不行 因為大家是在旁邊的 而是大家都搬不走對方的其實 而印度一直那個夢想呢就是 想利用西藏地區做一個援衝區 所以他就搞西藏獨立的那些 印度他的看法就是我要有一個援衝 但是他不明白一個道理就是 本身起碼拉雅山已經是一個屏障來的 本身有一個援衝的了 本身已經是有一個屏障 根本就不需要搞什麼地緣政治 搞中國在中國那邊搞這個藏獨 根本沒有意義的對印度來說 這個是印度自己本身有的情義 其實跟中國沒有關係 但是中國就是一個困難的地方 現在國內有些人當然要不斷鬧 為什麼要捐錢給他們 捐物資給他們 很坦白跟大家說 最慘的就是有一個窮的鄰居 如果他窮的鄰居呢 有病沒有飽飯吃你不去救他 他是會搞你的 就是你要幻想一件事就是 鄰居呢 你是搬不走他的 他永遠都在那裡的 你是永遠都要坐在那裡的 大家都搬不走對方的了 那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救了他 你讓他不要死 你說你說 那有一位 前外交部部長 現在鬼地求助 而且中國呢 他們背後隱藏著一個議程 就是中國想向印度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告訴印度美國是不可靠的合作夥伴 從中就將印度和美國之間製造裂痕 說連一位這麼資深的外交部長都這樣說話 他是以什麼東西的為... 就是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 他的基礎是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我自己看呢 除了單純的仇恨之外 我看不到又從什麼原因 他會覺得他會這樣認為 這個中國的援助是有隱藏的議程 他將他拉到 跟印度和印美關係之間 印度和美國一向都友好的了 其他國家這麼容易拔斷的嗎 又不會的 你們本身都是友好的了 難道你一個援助 就能夠離間得到的了嗎 這個 不可能 所以 連一個這麼資深的外交部部長都這樣說 我想而知 整個印度的社會氛圍、社會氣氛 都是非常之反華的 中國的《環球時報》 早幾天也批評過美國 未能夠即時提供援助 也都暗示過 美國不是印度的可靠夥伴 這個是《環球時報》自己這樣說的 但是 但是 就是被印度的媒體拿來做文章 中國的官方媒體 中國的喉舌 都這樣說 印度的媒體也是很懂得把事實扭曲的 因為他們也是有長期做假新聞的習慣的 有些新聞 包括他們自己 本土國內的新聞 都可以扭曲成一單的笑話 因為他們有這樣的自由在 你還記得有一條新聞 比如說那些 解放軍不是在巴士上哭嗎? 有些黃梅包括 錦麒爾 他說解放軍上前線 在那裡哭嗎? 就是怕戰死 結果 印度的媒體全部拿來做 說是真的 說怕了 說解放軍 怕了我們印度士兵 所以上前線的時候哭啊 這樣說 這樣 這些就只有淡少了 還有說回剛才的問題 不要說中國 其實連巴基斯坦這個 可以叫做世仇 他都說要 Stand with India 為什麼? 這個我們會遲些做一節說 為什麼? 就是因為你搬不走你的鄰居 這個情況就是 你的鄰國你永遠都在這裏 你一旦就打仗 一旦就和平 現在那個世界的大趨勢是和平的 當然有些人不同意 說要打仗才夠鷹 事實就不是了 打仗生靈塗炭 其實大家都不想的 說就容易的 還有自己不需要付出任何代價的人 就可以下巴輕輕說一說 我要打仗啊 但是實際上 不應該浪費人力在這些事情上 台灣媒體現在經常都說打仗 他們發夢而已 再繼續說回 另一位印度的外交人員 薩扎娜 他是前印度駐哈薩克斯坦 駐瑞典和拉脫維亞大使 他講到了 印度是一個民主國家 我們政府必須要聆聽公眾的意見 如果印度接受了中國的幫助 就會中了中國的計 在地緣政治上就輸蝕給對方 這樣對我們目前所面對的危機是毫無幫助的 而且印度作為一個疫苗生產大國 竟然要接受另一個國家 就是敵對的國家 中國的疫苗原材料 是沒有好處的 我們可以繼續跟它貿易 繼續跟它買貨 但是不應該接受他們的援助的 這樣說 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你不想援助 你不是用錢買也沒有問題 是啊 他們現在不是這樣的 最大的問題就是 這個印度現實就是 他們會幫你買貨 但是他們給不到錢的 其實 你援助他 他都不想承認你援助 他就說是我買的 但是他不給錢 我先爭取 就是這種無賴的做法 你沒有幫我的 我自己給錢買的 接著就 不賺錢了 印度就是這樣操作的 其實有些公司 出貨在印度 是預了收不到錢的 是預了的 就是當是 人道救援的 就這樣說是嗎? 預了收不到 我不知道算不算人道救援 是 當是爛賬 預了收不到的 因為它這麼嚴重的時候 你當捐的就是沒辦法的 這些情況 不過印度人就衰格一些 就是你 就是 仇人的好處還要說 我自己都要 我自己出錢買的 這樣 不供給錢 是嗎? 我出錢買不給錢而已 不找錢啦 不用找錢啦 你老兄 是嗎? 我們是朋友 朋友有什麼沒有的 是 去到 再說說多一點點 中國的 中國的 中方的外交人員 孫偉東就說到了 中方呢 將鼓勵 以及繼續指導中國公司 積極參與與印度的合作 為印度提供所需的醫療物資 提供便利的 另外 中國的駐印度大使 王小劍也都看到了 中方也都鼓勵 中國公司繼續積極配合 替印度採購各類所需防疫物資 提供便利 隨時都會向印度提供支援的 這個就是中國外交部的態度 對於這些說法 中國外交部是沒有任何回應的 這個態度我個人認為 聽起來好像很吃虧的 但是實際上只能夠以這種態度 來面對來自印度的敵意 如果不是的話 要再向他們插一腳的話 就很容易導致另一場的外交危機 所以只能夠保持善意 對印度 也都不能夠再多加批評 因為他們現在真的很不行 印度就是一個這麼奇葩的國家 沒辦法 但是看到當地人民在受的苦 就是作為鄰國 我認為都是感到很惋惜的 是不是 希望他們盡快處理好這個問題 等到這個疫情可以有效地控制得到 這個就是我一向的希望 好啦 我們這節就講到你為止 下節回來再講其他的話題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